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怀疑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崔岳老师 欢迎 周明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 欢迎 狐狸老师 欢迎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队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这两年 你提了无数次分手 而且理由越来越离谱 我感觉在你眼中分手就像是玩笑 分手不是目的 我只是想你能改掉你身上的一些缺点 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下去 也许在你眼中我全身都是缺点 但我却感觉是你在恋爱中越来越做 我觉得平淡的恋爱中也需要一些调剂 偶尔摩擦摩擦分分合合 两个人才能更长长久久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季 23岁 来自天津销售 小李 28岁 来自河北 互联网公司员工 有请 欢迎老妹 咋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谈了多久了 两年 都谈了两年了 对 今天来这儿是为什么呀 主要是他太作了 他就不把感情当回事 也没那么作 说说吧 他动不动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提分手 只要他不送心意 然后就要分手 真的 也没有 只是就是说 他那些问题啊毛病我不喜欢 就想要这个理由 去让他改正一下 因为说一次两次他不听 我就也没办法 他啥毛病你不喜欢呀 比如说他有的时候 他出去逛街吧 我就不喜欢他穿那么短的裙子 说一次两次 他就不听 那我就有点不高兴 就要分手 也不是就是吓唬他一下 分过吗 分过 真分过 对 分过几回 其实无数次 多久每次分 其实就是说他说完以后 然后一天两天这种的 然后最后谁来求饶呢 我来求饶 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初恋是吧 算是吧 为啥是算是呢 因为就以前上学的时候 也有喜欢过我们就同班的女生 但是那时候就只是喜欢而已 就没有表达出来 因为他粗恋是我嘛 然后他在我们交往的时候 特别地幼稚 就是因为这个 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矛盾 咋幼稚啊 就他就会有时候 对我的爱就什么呢 揪下我的头发 把我的鞋带解开了 要么就当众的那种嘲笑我 这就是对我的爱 就只是开些玩笑而已 我觉得没有什么 你解释鞋带干嘛呀 就做套玩嘛就是 我觉得生活平代太没有意思了 没事吧 反正就慢慢带他成长就是了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跟他杀个娇 然后他那个就特别嫌弃 就说你多大年纪了 你不知道吗 我本来就是喜欢一些成熟的 我要是说喜欢那些扭扭捏捏 我干嘛不去找那些小女生 我找你呢 喝你才得意呢你 我就是喜欢稳重一些 好好好 他特别过分 他说我 你跟人家小姑娘学 你不觉得恶心吗 我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女朋友 我真的很难过 是是是 真的就是 不喜欢那些扭扭捏捏 挺反感的一些 你喜欢啥呀 就是稳重一些 大气一些嘛 就是反正带领着 你往前走就行 对 因为好多事情 毕竟都是刚步入社会 好多东西都没有经验 就是总想着找一个 比自己大一些的 能给自己一些意见什么的 反正就是说 我所有的事 他心情好了 你怎么着都行 他心情不好 就觉得你做什么事都不对 像有一次 就是说我下班回来晚了 然后就有点累 我没有做卫生 没有做饭 然后他就当时就不开心了 就是说我 你太不贤惠了 赶紧分手吧 就这样 没有 我当时也是生气了 你说本来就很饿了 等他下班回来 他也回来都不来 不是 你为啥不自己做呀 我就是想锻炼一下 他做饭能力 你会做饭吗 煮旷面 对 你都不会做饭 你锻炼别人的能力 你本来以后结婚之后 也得是女的做饭吗 为啥 因为我们家就这样 我妈做饭的 哎呀 你还真没长大 你不知道还有更过分的 那个做饭 不是说现在都挺方便 我给他订个外卖 或者说我去超市买个半米品 回来加工一下 他不行 他必须得我去菜场 我得现场买菜 然后回来洗菜 再切 然后再炒 这样我才算做饭 才算贤惠 要么我就是偷懒不行 他甚至恨不得我去菜场 我就买这活鸡 我回来现场给他把毛拔了 然后杀了 然后给他煲汤 他这样就觉得可以 真的特别过分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你说买那些半整品 他怎么给你加工的 你知道吗 当时吃出问题 都是咱自己承受 那你就自己做呗 我不是想锻炼 他做饭能力吗 就想让他锻炼 你先锻炼锻炼呗 你锻炼好了 给人当老师呗 等他时候再教我 不也一样吧 这确实属于欺负人了 你知道吗 有一天早上 我起大道 我给你做早点 我辛辛苦苦把炒鸡蛋 做好端到你面前 你呢 当时那脸就拉下来了 就说我不是炒鸡蛋 我要吃荷包蛋 他说我一点都不了解他 就这么点小事 早上起来就说 咱俩分手吧 就不行了又 不是 我马上就到了 可是你就一直凸啊 那只是我妈觉得 我自己觉得没问题 现在新闻上经常说 40岁生孩子有的事 那不现在科技也发达了 能有什么问题啊 再说了 我妈她本来就不是说 特别能接受那么大年纪的 我就是说一点点 做渗透工作 时机成熟了 再把你带回去 又不是说 不把你带回去 对不对 而且我妈如果回去真的是 我说 这我女朋友妈一问多大 我说30了 干嘛找个小姐妹 回去姐妹们给她 对不对 当时要是说 我妈立刻反对的话 咱就得分手 如果要是分手 咱就没有往后了 如果要是说 为啥你妈一反对 就得分手呢 那我妈反对 那我肯定没办法 你妈都跟你说了 不许找一笔你大的 你怎么还找啊 那凡事都有 万一啊 万一我做渗透工作之后 合适了呢 万一啊 概率太低了 兄弟 真的 但是最起码是有概率 我问问你 你干嘛跟她好啊 就当时喜欢她什么了 我当时第一次见到她 我就特别地喜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喜欢她什么 我就喜欢她这个人 那就没办法了 你喜欢我们再生气也没用啊 你愿意吧 对吧 今天来干嘛呀 我想让她不要总提分手 然后可以不要那么幼稚 成熟一点 那你要不犯我那些不喜欢的事情 你把那些改掉 咱不就后边都没有这些事情了吗 我把你提一次两次你不改 那我就只能拿这个分手当借口 来跟你说了 我怎么犯错 像有一次咱俩跟你朋友去吃饭 对吧 就是第一次见嘛 我怕冷场 我就招了一下大家 回家以后就不开心了 就一直在那儿数落我 就说我抢了他的分头了 本来就是 你说我请我朋友出去 介绍你给他们认识 我这坐那还没说话 直接上 来了老弟 你自来熟吗你跟他们 我就是想让你淑女一点 坐在那儿端庄一点 你说我在这儿 我不要面子的吗我 淑女是吧 那出去逛街 我穿着淑女点 我穿着裙 就跟这儿都倒膝盖了 那小姑娘都这样穿 没什么错吧 你当时可没这么穿 那么短 那回家了以后 他就给我发微信 就这事又分手 我只是不想让你穿那么短 你要改了 咱就没有这么多事 再说了 你总拿人家小姑娘举例子 人家别人是别人 那不是我对象 我管不着 对不对 你是我对象 我那是在乎你 我要不在乎你 我都不会管你的 对不对 反正你就有真的各种理由 各种借口分手 我问一句话 就他小 他不懂事 您总是成熟的吧 这日子你过得快乐吗 我觉得挺快乐 但是有时候 真的也很开心 有时候开心 是 你有没有想过 要跟他分手 我之前有跟他提过一次 但是他把我哄回来了 一哄就哄回来了 但我也跟他说了 如果他不改的话 就会真的分手 他改什么呢 他就是不停地分手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分 还是他只是跟我开玩笑 你还绝不出来 真的 他有的时候他跟我分手 我都在那 你自己情商太低了 是 你说如果你找一男朋友 特别喜欢你 你让男朋友干嘛 男朋友就干嘛 你怎么训练男朋友 男朋友都不着急 您若吃什么 就给您做什么 您要干嘛 他就陪着您干嘛 这种男人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为啥呀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那什么样的男人 有意思呢 就等我这样 是我喜欢的 就是你喜欢的 就可以对你为所欲为 呗 也不是啊 我是真的希望他 能改掉那种 就改啥呀 就不要动不动 就提分手 不要那么幼稚 以他为中心 就他可以 刚才我给你举例子 不就是这意思吗 你不说就要这款吗 他要改成像我说的那样 你不是不喜欢了吗 他可以适当地改一些 他不一定非得改成 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也没搞清楚 来吧 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门卷 小姬 小丽 你们好 来到这个舞台上 到目前为止 我们听他 用刚才的那种 嬉笑的态度 来形容跟你的这段感情 然后形容什么分手 就是感情需要 什么轰轰烈烈浪漫 拿分手当浪漫 这样的态度来对你 我觉得不管他改不改 你今天都不应该 从这个门里出来 你得把你丢在地上 的自尊捡起来 男孩 咱不能仗着别人 喜欢自己 就作威作福 凭什么人家 一定要为你 做那些事情呀 不就是因为 我喜欢你吗 你不爱我可以 你别欺负我行不行 也不是欺负他 这还不叫欺负呀 拿分手当儿戏 大清早上起来 做的不是荷包蛋 就分手 只是撒个娇 你就是请一个 撒娇 分手是撒娇 你不知道当一个人 深爱你的时候 分手这两个字 是会刺痛他的心的吗 当然你不懂 因为你没爱上 如果真的不喜欢人家的话 好好地告诉他 但是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享受的是 有人这么听你的话 能有人做到这样 谁都喜欢 但我们喜欢的前提是 要最基本地尊重人家 不能拿感情当儿戏 不能拿分手当儿戏 所以我希望你呀 先好好地审视一下自己 再去谈恋爱 好吗 好 好 谢谢 男孩坦白地说 你还没有真正地长大 你那的确是一种撒娇的方式 但是那是习惯于对母亲 似的那种爱的撒娇 因为在这种方式下 母亲是可以对你 无底线地包容 因为你是他儿子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怪你 但是如果这种方式 用到了自己女朋友身上 别管他比你大 还是跟你一样 有一天他会厌倦 他会觉得没有希望 因为他真不是你的母亲 明白吗 他虽然愿意去爱你 愿意去包容你 但是他也需要有回报 母亲可以不需要 但是对方一定是需要的 需要有回应 有呵护 有关心 有体谅 对方他也需要这种 你给他的爱的 你是可以给的 只不过呢 你现在你不懂了 如何去给 所以你要独立 对不对 你要学会去爱 女生 我觉得你还是蛮享受 这种爱的 只不过有时候你厌倦了 因为一直没有回应的 这种爱 其实是很绝望的 你可能马上就三十了 如果你承受不了 趁早离开 如果承受得了 你要让他慢慢地长大 你要等他 同时你尽快地长大了 是这样 徐总好夸容啊 就是我儿子 我早上给他做了荷包蛋 他要说吃炒鸡蛋 我都说爱吃不吃 不用说一个大小伙子 不用说是我的另一半了 男人和女人相爱的时候 没有什么谁大谁小 每一个男人 不管什么年龄 都有责任去担当 你凭什么就这么一再地要求他 宠着你 惯着你 即便是你妈也不能这样啊 我也给自己要求 我也跟随着一起成长 你成长 你原地踏步还往后倒退 我估计他惯你 比你妈还惯得厉害 与你与他都不好 你自己也不成长 对他也不公平 所以我真的觉得 男生是不是该长大了 女生其实我觉得 你也不要一直把自己 双眼蒙上 不去看现实啊 你们俩似乎在场上 传递都说 他不断地说分手 是开玩笑 是逗女玩 是撒娇 你想想 无数次地说分手背后 真相是什么 他真的是认定了 你和你在一起吗 真的是觉得时机不到 再等两年 你三十的就娶你吗 我觉得他不是一次次 无理取闹的提分手 他真的是给自己留后手 他知道他妈 不大会愿意找 你这样一个 比他大那么多的女生 潜意识里 他已经觉得 我们俩未必能走到一起 每一个玩笑背后 其实都有真相 他拿分手根本不当回事 那仅仅是喜欢 爱 那说出伤人的话 说出分手的话的时候 那是要反复权衡的 他根本就不计后果 因为他知道 你们没有结果 而且今天他就这样对你 你说你今天可以承受 你一辈子能承受吗 不能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醒一醒 这个男孩子也不适合你 你也没有让他长大 你没有这样的方法和能力 让他长大 那咱不合适 咱就找一个 让你觉得没那么累的 又能互相喜欢 互相尊重 相爱 能到白头的人 别惯着他了 于他于你都不好 我真的建议你们 先分开一段时间 冷静冷静 看看我们重新审视 这段爱情的时候 愿不愿意为了爱情成长 愿不愿意为了爱情担当 好吗 谢谢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有万一 我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 就是有一种人 你就看到他就会很 因为有一种人激发了你的母性 他的折磨对于你来说 让生活变得特别充实 你别忘了一件事 他有吗 所以我也就不谈什么自尊 什么自信 这个东西都不谈 我就告诉你一个结果 如果他的母亲同意了 你的日子会更难过 你要是不相信 你就试试看 就这样 我觉得23岁了 你不管是初恋也好 因为你已经开始恋爱了 恋爱我想至少有个标准 意味着你成年了 对吧 就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怎么会心里面没有感激 我们家姑娘六岁 早上给他起来 随便做什么 随便做什么 不管做什么 只要他吃的时候 他说爸爸你做得最好 六岁嘛 你23了嘛 但是你们觉得这模式好 我们也不能反对 您要愿意 你们就坚持 我们这儿就是给出不同的观点 最后嘉宾要怎么样 那是嘉宾的自由和权利 好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给我时间 我会努力学着成长 让你看到我的改变 然后也希望你能 在我身边见证我的成长 我希望你是真的能改 我希望我们的爱情是美的 不是说一方面是付出的 一方面是享受的 我希望你可以认真的在考虑 不要总把分手挂在嘴边 我真的会很伤心 特别地上线 我听来听去大概女生就一个诉求 只要以后你闭上嘴 别说分手 怎么着都行 其实要求已经很低了 这个能做到吗 尽量去改 你看这都做不到 还要尽量改 行吧 喝知识 长知识 保余爱情 靠知识 现在请我们的嘉宾 一起来打开君乐宝 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吧 那是你的 对 啥意思啊 因为她在生活中真的 就我很宠她 我觉得把这个说给她 她戴上 直接就是一个小工具了 你还真带 试一下看看合不合适 这个是你的记忆了 对 这个是我送她的 啥意思啊 因为我们刚搬到一起的时候 我就买了这个锅 还挺贵的 上千块钱呢 我就想让她好好学习做饭 然后做给我吃 照顾这个家 照顾这个家庭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 完整内容 看结果吧 请开门 我们俩老家都是农村的 自从来到苍山以后啊 矛盾越来越多 动不动就吵架 感觉日子过得也很不是紫外 她总觉得我不理解她 可是我每天又得在外面挣钱 回到家又得操持家务 她根本看不到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现在我感觉压力很大 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挣钱 家里人还总说我 现在生活真是看不到头 我们每天除了吵架 还是吵架 互相都不理解 她跟我父母关系也不好 把我嫁在中间为难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36岁 来自河北 空船安装工 魏女士33岁 来自河北 饭店小施工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孩子多大呀 大的12 小的6岁 挺幸福啊 老大是 老大是女儿 两个都是女儿 两千斤 挺好啊 以前跟老家的时候啊 都挺好的 就是那个 他看人家在城里挣钱 挺容易 他也想要上外头闯闯 什么时候夫妻俩开始到外头闯的呀 这今天是三年了 第三年了 一开始啊 借了点钱 在外头开了个小饭店 结果那也不懂经营 第一位也没选好 结果那个不紧急 我俩一商量那咋嘛 惯了吧 开店赔钱了吗 赔了 我说咱们还是回去吧 回去咱们那个安安门门的接着过日子去吧 他咋也不愿意 没办法呢 那个孩子在这找工作 为啥不想回去啊 还是在外边机会比较多一点 孩子呢 跟你们在身边吗 孩子现在接过来了 两孩子都接过来了 对 一开始接孩子的时候我不愿意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本来就没那么多时间照顾孩子 你把孩子接过来 你一是没那精力 二是没那时间 到时候你接过来以后 孩子也没到我工作了还没干好 我推这个 当时我是本来就不愿意让他接过来的 结果我摸不过他嘛 所以你们家你说了算啊 你看你说去开饭店就开饭店 你说接孩子孩子也接来了是吧 对 孩子接来之后怎么样 孩子接过来以后 生活工作是一团糟嘛 我看他对那个孩子的那个态度也不太好 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还打孩子一样吗 还打呢 我那不是故意的 就是那天吧 我下班也是比较晚的 然后我也比较累 然后回家我就教他那道题 怎么教他也不会 我也就是有点压力挺大的吧 然后我就顺手就打了他 他正好让他看到了 我得想还是把孩子送回去 他不愿意 我也挺想孩子的 因为从小就在我身边长大嘛 所以对你来说 孩子接到身边既解决了相思之苦 是吧 同时我觉得跟父母在一起 长大孩子应该很快乐 对对 这很重要 现在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他提议给他父母接过来 当时我 又不同意 对 接过来没接过来 接是接过来 你以后就投降吧 看你老婆说 因为我们租的房子比较小 再加上我们正的工资本来都不多 现在他为了照顾孩子以后啊 赶上兼职了 你说这两个孩子的学费啊 再加上给他父母再接过来 这不是又多几个人的生活费吗 你压力大了 对 再加上我是家里读生子 我母亲身体不好 总得吃药 我每个月不管挣多挣少 总得往家里打点钱 这个压力变大了 总生气 总犯罪 这丈母娘来之后好点没有啊 没有 不同于丈母娘来 也是嫌她唠叨 特别能叨叨 一般人受不了 就像我身体不好的时候 或者说那个手工伤的时候 在家躺几天 她妈说先我那啥 不出去干我回去 不理解是吧 对 那个是没跟我母亲解释清楚 她那个受伤以后吧 我们就不想告诉她 怕她担心嘛 然后就说工地没有活了 让她在家待几天 然后我母亲就以为 她那个没什么事 就不上班去了 在家待着不上京啊什么的 误会了 误会了 她妈妈除了那个能到的以外 还特别能念孩子 有一天晚上都九点半了 孩子看电视 看里头有印头 她想吃了 这个点人都关门 你上哪儿买去 我说等明天再给你买吧 那个孩子老哭老是闹 我都没管呢 孩子哭不闹 你这让他闹一会儿吧 一会儿就好了 没人管他自个儿好了 我说孩子老了 就自个儿出去给他买去了 走庭院 买回来 我一看我就生气了 你这么念孩子 长大以后我怎么管呢 嗯 看不下去 对 孩子要啥给买上啊 孩子从小养上这毛病 你长大以后也大事大小 咱怎么弄啊 嗯嗯 我这是跟老子说吧 说过几遍吧 他也不听 你说他父母不像我亲人父母 我亲人父母的话 我可以跟他耍点小皮 那你就说两句对 你说没关 说过他 但是老人怎么说呀 他看到孩子哭闹 他心里边就受不了了 是是是 隔背亲嘛 完了吃饭的时候吧 以前那个孩子三十岁的时候 他自己就能吃 吃满桌满地头 也是自己吃 这位那个接了以后吧 他姥姥总喂他 这事我特别看不惯 你总喂他 完了你说从小时候喂辣了 将来自己动手能力一点没有 这怎么管呢 我从那儿老生气老生分气 后来我都不跟他们 在一桌吃饭 他也不答应我嘛 我妈就是把饭做好了以后 叫他说吃饭了 过来吃饭吧 那您在中间挺难受吧 难受 因为他们俩说谁吧 谁都不服 然后我向着谁也不行 一个是我老公 一个是我妈 我现在就是想啥呀 就是想回去 因为这些矛盾 这些问题都是出来以后出现的 我今天回去以后 啥问题没有了 所以你想回家了 对 是吧 您呢 我不想回去 因为原来的时候 我就是全职在家里边带孩子 但是十多年了吧 也没出来工作 感觉跟社会已经脱轨了 就是我连做工雕都不会做 我不知道应该坐过去的话 搁马路对面再坐回来 然后我就一直在对面等 就感觉自己好像脱离这个社会了 哪都接不上鬼了 特别傻的呀 现在呢 现在好了 好了 都明白过来 是说妈妈一回去之后 这娃就没人带了是吧 对 现在这个矛盾是 她妈回去以后 这孩子没人带 就是把孩子放回去 她还不同意 那作为家里的男人 你怎么想那问题呢 我心里让他们回去 我自己在外面挣钱 就是挣钱养家 是男人的责任 就是所有人都回去 对 挣着钱了 把他们再接来 他们在你身边 不影响你挣钱呀 现在他们把我绊住了 你离孩子远也不行啊 你这打准说孩子 孩子上学的时候有火 吐了 老师打电话 那我从工具上立马来赶回去 那妈妈在干嘛呢 我那个 我们干小事工吧 手机都是长期要静晕的 即使是老师打来电话了 也接不到的 不知道 然后刚刚我发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所以她就赶回去了 您是觉得说 你看你们现在弄的 我什么事都干不了 再加上你妈又来了 咱们之间有矛盾 有磨合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了 对 可是把妈放回去呢 又一个人不能工作 本来经济呢 就显得紧巴点 现在就更紧巴了 对 对吧 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对 所以今天还真是一个大难题呢 怎么解决生活的难题 丁丁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是这样 你们两个人现在 可能都忙于低头赶路 没有抬起头来看看 现在自己真正身处的环境 先来说王先生 我觉得您心里 一直有两个结 这两个结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最大的根在于 您压根不同意 妻子当时做的决定 就是离开当时生活的环境 去工作 对 这我压根 这就是你心里的第一个结 有了这个结之后呢 你来到这工作 就怎么都觉得别扭 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怎么都觉得压力大 对 第二个结是 其实你心里面 是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的 对 但是不敢说 您觉得 你把家和孩子安顿好 我可以放开手脚去干 去挣钱 这样的话 我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对 对不对 所以这是您心里的这两个结 对 您的这样子想法 没有错 可是妻子的想法 也没有错 你们现在 都是只看到了 自己的委屈 和自己的 在生活当中的 那种的困惑 没有看到对方的 你们永远都在考虑 自己的问题 有一种爱 叫做看见对方的好 而你们现在看到的 全是对方的不好 和自己的付出 同样对妻子来说 您心里也有劲儿 您觉得 我做的这两个决定 我都是为了 让我们这个小家更好 被你分担 和减轻一部分压力 但是您没有理解 先生的苦心 而且 其实你没有 真正意义上 去理解她的心 如果你真正意义上 去理解她的压力的话 我相信 您的母亲 不会用一种 高姿态的 这种的感觉去看她 你一定会在 母亲面前有一些抱怨 有一些对丈夫的 这种能力不足的抱怨 一定有 所以才会影响到 你的母亲 对她 觉得她好像 躺在家里面不干活啊 自己的女儿出去 干小施工 然后她去在家 躺着睡大觉 但我觉得 有一点女士 做得非常对 就是一家人 一定要在一起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一起 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但前提是 我们要学会感恩 学会知足 放下各自心中的抱怨 多去看到对方的好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 现在男士觉得回老家 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对吧 对 其实不然 我相信打工 你面临的压力很大 同样的压力 也是摆在了 你的老婆面前 对不对 她没有退缩 就像上战场的战士 你们两个应该都是 面向同一个方向去站到的 此时 却有一个自己的同伴 最紧密的同伴 说我们要先撤 或者说你们撤 我一个人在这儿 这心和目标就不一样了 你采取的方式 并不是说解决问题 而是逃避问题 你当务之举解决问题是说 第一 你怎么去解决和 丈母娘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第二 如何在这个状况下 你要去解决孩子教育的问题 这是你应该去解决的问题 而你选择方式完全是逃避 这是不对的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里 有一句话特别对 我说给你听 他那诗的名字叫 有一个孩子在向前走 有一个孩子每天都向前走 他所看到的最初的东西 他就会变成那个东西 而那东西就会变成他的一部分 请问 现在你们家的两个孩子 看到的是什么 争吵 父母之间的争吵 父亲和姥姥之间的争吵 本来就不大的那个小家里头 几个人还不说话 还冷战 孩子看到了什么 他感受到了什么 他不会有快乐的 而你当下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如何让孩子快乐起来 你要做出牺牲 你要做出更强的努力 你要站在和你老婆 站在同一个方向 肩并肩地去面对那些问题 而不是说当逃兵 明白吗 明白 如果你自认为说 我是我们家庭的支柱 你曾经说过呀 你们都回老家 你们都在家里 我来挣钱 可是当下有人陪你一起挣钱 你就看不到啊 你也没有做到一个 一家支柱的这样的责任 对不对 让你们的孩子快乐起来 第一 一定要是跟父母在一起 一定是这样 第二 让他感受到良好的氛围 而最先改变的 最应该马上改变的 就是你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是支持你老婆的 他的确是有他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他选择是没有问题 而他缺少最需要的一个 跟他并肩战斗的战友 那个人一定是你 就这样 我们总说生活是一团麻 其实真的家家都有这样一团麻 在你们家的麻 就一定比别人家的乱吗 我觉得未见得 其实我们看到太多的家庭 为了让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团聚 真是克服了所有的困难 一家人守在一起 但是前提是 我们家庭的天平要在家里摆平 其实这个天平的两端特别简单 一边就是现实的生活 一边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快乐 如果说我们的现实条件摆在那儿 似乎是看起来越来越满足了 而我们的快乐却一点点少了 这个天平就打破了 所以先生刚才说了一点 说让老婆孩子都回家 这个姥姥也跟着回去 我一个人赚钱 看似你这边的现实的条件 越来越好了 我一个人努力挣钱 我少了很多处理家庭 矛盾的麻烦 你的天平这边是多起来的 但是对于你们整个家庭来说 你爱人的快乐少了 老公也不在身边 也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孩子也远离父亲 整个家庭 如果你整体来算的话 快乐就是少了 所以我们走入家庭 成为丈夫 成为父亲 成为母亲 衡量的一定不是个人的快乐 和个人的现实条件 而是整个家庭的总量 其实你们静下来想想 其实现在的状态 是更容易让你们能够快乐的 整个家庭的快乐 可能先生要承担 就是要和这个畅母娘搞好关系 没有那么自由自在 可能有了更多要照顾孩子的责任 但是哪个家庭不是这样啊 所以当我们清晰地算好了 我们整体家庭的快乐值上升的时候 每个人该付出什么 该隐忍什么 那就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所以你要承担责任 就是要和丈母娘搞好关系 就是要在工作很累了 回家还要辅导孩子学习 谁家不是这样过来的 曲总上我还说 早上还在远程监控 给儿子弄作业呢 都一样 而我想跟女士所说的是 其实人生分阶段的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 谁能力更强一点 应对社会的时候啊 这一方面能力强的人 就发挥他的长处 让他多努力多赚钱 如果您是比较贤惠持家 善于教育孩子陪伴孩子的一方 我们就要把这方面的优势扩大 你明白我说的吗 你就不要非要跟他争执说 你能赚钱我也能 你要实现价值 我也得出去干活 当然实现自我价值 是一生我们都要去努力 去拼搏的 但分阶段 我倒是觉得 女士如果在持家带孩子方面 优势要大 其实你也可以退一步 兼职也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只要把家里天平的两端 一边是现实的条件 一边是我们全家的快乐指数 你们衡量好了 其实都可以把家里的 这些乱玛理清楚 好吗 希望通过今天 能够捋清你们家的事 能够找到天平的平衡 谢谢 你说让岳母 老婆带着孩子回家 遗解你的后顾之忧对吧 对 你的老婆和孩子是你的后顾之忧吗 是你的麻烦吗 但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们别在这给我惹麻烦 你好让我一心一意去挣钱 你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每天出去工作了 回来之后 我还得面对这么一大堆的麻烦 我得看丈母娘脸色 我得照顾孩子 我不能一心一意赚钱 效率不高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很多男人都是这么想的 说得好听 我在外面一个人挣钱很苦 所以我回来理应做大爷 我什么也不用管 你给我超吃好了就行了 你也别上班 孩子养好 饭做好 不就这个意思 但事实上 你想想看 你挣钱是为了什么 还是为家 对啊 你挣钱回来之后 你看着他数钱 你很高兴 你挣了钱回来之后 看见他用钱给孩子好的生活 你很高兴 你以为能挣钱的男人 回来就不要拖地啊 就不要哄孩子 来来来去拿的 看你亲子给你拿的啥 看你老公给你拿的啥 我比较好奇 你老公那个是什么呀 你那记忆是啥 那是白薯 我们家那边产那个红薯 就是现在满大街都是 但是咱也吃不出 我们家那个味儿来了 那种家里味道 不是 那你这是家里的 还是街上买的呀 家里的 你从哪弄来的 带过来的 给他吃口家里的 老家的东西是吧 对 还是想打破他回家呀 说回家吧 弄红薯去吧 啥意思呀 现在没那想法呢 现在改了是吧 给你一口家的味道 你送的是啥呀 高药 因为他腰不好嘛 然后我就随时都准备着 其实我心里 还是一直很关心他 很在乎他的 这夫妻俩都是实在人 那东西送得好啊 谢谢你们啊 记住彼此对对方的那份爱 好吗 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抉择吧 请开门 去啊 去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 好 谢谢啊 参加这对夫妻的幸福时刻 来 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 谢谢我的真实天使 为我们独占 没有谁能取代你在 请亮灯啊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故事 谢谢了 来 请 谢谢了 来 请 还是要最坚强 祝他们越火越开心 越火越幸福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精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也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精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结婚快十年了 孩子跟他爸爸本来就不亲 最近孩子学习压力有些大 而且又是叛逆期 跟他爸总是大吵婆 因为向着孩子 总是跟他爸吵架 这两天他爸直接离家出走了 孩子还拍手叫好 现在这种家庭关系 我该怎么改善呢 一个母亲一定是 家庭家风的铸造者 我相信在父子关系的恶化程度上 您肯定帮了不少忙 如果您能对孩子做到正确引导 告诉他父亲的爱 不易于表面流露的话 相信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的 加油吧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 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伊贝诗纯积水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股方鲜红糖鲜傲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鲜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